親自的愛情 這個節目就是馬後放炮 那馬後炮是兩個解釋的 一個就是 我說了馬後炮 有了菜港之後再說話 誰也懂得說馬后炮 但這個馬後炮就是馬後開炮 當開炮是對什麼人呢 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 最有錢的就是馬會 特區政府是不受約制 但起碼有一群議員在呱呱吵 有些傳媒 馬會是完全不受監獄的 知道嗎? 他現在有多少錢?你知道嗎? 不知道 馬後炮這個節目 當然我們都會選擇一些詳細 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有兩個八角在這裡 他們是專家 我插拳打穩 我也會說說 天天天南 主持人 謝爾芳 宋景輝 錢建榮 張三 大家好 今天錢博又 因為我們說實話 我們不要經常玩去研究什麼食經 那也是嘛 因為這些做食店的東西 放完暑假 那些學生又要上班 可能被拘捕了 學生上學 學生上學 拘捕的就拘捕了 變成店舖又不夠人 又是時間設定 那變成 錢博又要親自掌管店舖的業務 我也問他請不請年輕人過去 請年輕人 你不是年輕人 不要來請你 死老餅 你不要弄我 你不要弄我 人家當天 以前年輕人都幾十歲 變成錢博今天也要請假 其實都是祝他生意興隆 現在吃肆又說要倒閉 又說香港政治環境不好 又說動亂 但是錢博又好像沒什麼影響 如果有影響 就算關門關門也行 他都不用關門 還說不夠人手 要自己親自下廚 他不是在那些受影響區 像我朋友 有一個店舖在喬尼斯道 即是在修盾那邊 一個在盧額道 即是在修盾的兩邊 兩個都是黃區 喬尼斯道那邊 在那邊的 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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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 那個 隔壁那個是 叫做 搖和街 不是不是不是 宋舍尼斯道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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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佔中那些 不是佔中 反送中 沒有生意 那邊 維警署搞到 警署和你這裏 相差很遠 對呀 差很遠 你說論距離 龍壓島那個 更近些 龍壓島那個 沒有影響 他說 所以這些 要執行的 或者客少 自己檢討一下 當然 你說完全沒有影響 我又不會這麼說 有的 一定有 老實說 剛剛我看新聞 不要說大陸遊客 外地的遊客 台灣遊客都少了三成 其他什麼日韓 那些 是一個數字 但是問題 就是 不要將它放大到 你倒閉 和這些有關 如果你專門做 陸客生意 那沒辦法 那沒辦法 像上稅那些 那些 藥房 那些 你專門為這些服務 那 的確 大陸來的 所謂旅客 真的需要很多 那這個 是不是跟這個 反送中有關呢 或者 跟這個 肯定有的 跟大陸自己本身的 經濟發生問題 有關呢 因為其他 其實大陸出外的 旅客 都少了 當然 反送中當然有影響 因為大陸宣傳到 香港是一個 好像一出街 又被人打的城市 還有 在這段時間 也不想 那些 旅客知道 香港的實況 原來 香港的人 在爭取什麼 他們不想 總之又不想 你去台灣 又不想你去港澳 不想你來香港 總之不想 讓你接觸到 有關於反送中的 資訊 因為早前 查手機 那個 那個階段 就 無論你是 香港人回去也好 大陸人過關也好 都處於一部 查手機 大陸人就 不准你接收這些 資訊 香港人就 刪除 當然 你說在旺區 我 講起食肆 那位渣哥 大家都知道哪位 請你吃 請你吃 一個 搶粉的套餐 支持年輕人 總之你寫他 打氣的說話 他就請你吃了 有餐券 當然也發生了小插曲 那些大媽 走去 博猛 這些不說了 最近 有些 藍衣人 上星期 有些 藍亞裔人 去搗亂 破壞 藍亞裔人 都不會吃這些 還有在鬧區 當然 不排除他們 收了錢 去搗亂 渣哥 我曾經跟他做過同事 我就譴責這些 這些真是暴徒 你說香港動亂 香港暴動 謝問一聲 過去這三個幾月裡 有沒有無辜的香港市民 因為這些動亂 暴動 有人受傷 沒有 除了有 炸明黑社會 出來的幾間店鋪之外 沒有任何店鋪 受到攻擊 受到破壞 對不對 所以 都是那句 很簡單 你就去警察總部 隔壁那裡 很多酒吧 沒有人受到 你那些酒吧裡的顧客 沒有人受到騷擾 那些外國勢力 在那裡 尋歡作樂 反送中 現在 其實香港政府有任何 有些不如意的東西 都推進去 全部都推進去 那一會兒我們再詳細說 是啊 一會兒我們還有一陣子鬧 我們先說 開心點 充一充打 沒錯 我們放了幾些類似月餅的東西 有什麼事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我們宣傳的 而東酒店的西餅部的主廚 出來搞這間叫做 常溫 常溫餅店 最出名的就是拿破崙 我們都說過了 如果你想吃拿破崙的話 可以PM謝宮 我都沒吃過 你沒吃過呢 我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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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幾人一塊 一百八八 不用搞 八九又找幾塊 一百八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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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真的吃不起來 你想像一下 那件蛋糕 類似蛋卷那麼長 那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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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蛋糕是完蛋 他就糊 他就糊 類似那些 因為他要做月餅 這段期間要做月餅 所以拒絕了 就不接受 像劳博倫都沒得訂了 沒有得訂 有 不主力推著 不宣傳著 不宣傳著 那就是今天我們拿到月餅 那三個月都試過了 那都 還沒吃嗎 還沒吃嗎 他新鮮出爐 他從車子拿下來 工場送過來 我還在門口等著他 拿走了 那就是 你還沒吃嗎 還沒啊 那問題呢 我初來有八二三元 現在八八十九元 我真的吃不起來 如果兩位能夠買到的 慷慨解囊 我就戒一塊 我吃一塊 他沒有散賣的 不是啊 你戒一塊給我啊 我不是叫他散賣 戒一塊給我先嘗一下 就是人家七千元一瓶 我買不起了 你請我喝一杯 就是這些一聽到 八九幾人 接近二百元幾一塊蛋糕 就是好吃到哪裡呢 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 老實說 台灣有很多麵包都很貴的 我們介紹過那些 被中共打壓的一個麵包師傅 他做的麵包都講 最便宜的都成三百五十元 台幣一塊 再貴的去到成七百零八百元 都是麵包而已 我想用這個麵包 可能是大麥包十多塊 菠蘿包可能五六元一個 我在吃這些貨式而已 就是八九幾人一個麵包 我真的沒試過 你仍然是停留在深水埗的橫行 找一些二八塊牛腩麵 還有大大碗 那你錯了 我還是停留在兩毫子 一毫子白粥 一毫子油炸鬼那個年代 事實不同 當然這間常溫餅店 經常排隊買東西 經常排隊 特別是拿破崙 那些西餅每天都清瘡 所以月餅也很快脆會沒有 所以你想訂購 對不起 今年我們都多謝你關照 多謝你光顧 如果自己想吃的 仍然都錯過了 今晚才能聽到的 那就自己下去 西茂康大油街 西茂康大油街 當然 這個是穿陸街的 我們試過好的明年 我們再推薦給大家 我們這位老友 都賣了兩盒給 我們抑敏教主 他是教主 所以有人送 我們就不是教主 我們就自己買 大家聽到 謝公說沒有人送給他 我只是告訴大家 在家廳 現在放在桌面那些 是我們自己給錢買的 是 不要只以為我們取消 有得送給我們 這兩盒 我們都是真金白銀 買回來 品嘗的 但是 老友就當然說 喂 你們在玉文那裏 拿兩盒相片給玉文 他又不記得 我和你拿的時候 你不給我 就是教主就是教主 這些包裝很漂亮 大家都光顧小店 不是那些連鎖店 不是那些 褲林 不是那些小店 那些 南港那些 台灣各大學 有一個教育展覽 是啊 好 大家見到了 下個星期五、六日 本來一般 是星期六、星期日 是否因應有大Party 有校長就說 中學校長就說 喂 其實星期五、下午 很多高年級那些 高科目那些 都有些校外活動 可以星期五下午 其他中學生都會來看 所以我們就辦多一場 在下個星期五 就是第一場 9月10日 在天水圍 天仲苑的魏智書院 這個就在下午開始 星期六、九月二十一號 就在將軍澳區 在武德中學那裡 由十點到五點 第三場就是在荃灣 這是第一次在荃灣區辦 因為我們過往都是在張軍澳和天水圍辦 余心廣場辦那一次 那個大型的 那個大型的 會派人來的 那因為這個反送中 大家有些學校就害怕 陰影當地的環境 是啊 那他就走保了 我相信呢 反送中之後呢 更加多港澳學生 會投卵星河 你不來展覽就要笨拆了 是啊 我也有說 好像在大前年 前年大前年 大家去檢討 為什麼我們一六年 一七年的時候 那個附台星河數字 會比前六年低了 大家就想很多理由 一些中學老師 我們駐港的官員 就想很多原因 其實我很簡單地跟他們說 你看看數字 其實是一條直線的 一個斜線上去 那只不過去到 2014年 2015年 突然間上去 那時漸中 是啊 你想想想 那年發生什麼事 因為漸中 所以突然飆了上去 你如果將這兩年 拔掉 其實那條 那條 Curve 那不是 那條直線上去 只不過那兩年 特別飆高了 要不然是很平穩 這樣一逐步上升 每年每年都要增加 很平穩地上去 那如果今年 我相信 好像謝功說 去想去 讀台灣讀書的年輕人 是更加肯定多 肯定多 肯定多 不用想 我們都鼓勵 鼓勵大家 一會兒我們都會提到 知風哥哥 是不是 介紹了之後 我們一會兒 詳細 為何要勸大家 去台灣讀書 是啊 我們強調多次 很多人就關心 去台灣讀書 沒有人承認 其實這些 是很無知的說法 因為我們很多 香港的教授 其實都是 從台灣回來的 包括我們 一些大學的校長 以前中大金耀基校長 現在成大國位校長 用前年教授 朱晶武校長 科大的 全部都是從台灣讀書 從台灣讀書 現在就算這個 資訊科技局 那個 是台灣人 那個混蛋都是台灣人 雖然那個混蛋 那麼大個都是這樣輸 是台灣人 是台灣人 好像我的同學 同學 都在香港 中大做教授 現在做到一些 你只看張三就知道 我只知道 起碼都做過電台主持 是吧 即是 即是 起碼 起碼 即是 貶還是煲 大哥 喂 這麼容易做嗎 大哥 那 所謂 那個 螢可問題 你打私人工 就看老闆認不認識你 如果你美國回來 老闆未必認識你的學校 我加拿大回來 甚至英國也是 除了你那幾間 香噹噹噹 其實你回來 私人機構 都是承認你的學位 不是 你只看 很簡單 只看我們 宋慶那兩個寶貝 寶貝千金 香港都做得很好 找到吃 找到吃 就算犬而讀不成書 在台灣讀完 讀完 讀不成 讀不完 回來都OK 都找到兩餐 至於說 你打政府工 就介紹過 你只需要將 拿一些畢業證書 寫表 拿去學術評審局 評審過之後 會發張證書給你 承認你這個學歷 等同本地學位 你就拿著這張證書 就可以去認證政府工 很簡單 總之去台灣讀書 就是好東西 我們不說那麼多 因為我 老實說 我不認識台灣的大學 懂的 我只認識國立中堅大學 看到很多 在台灣讀完書回來 在香港都做得不錯 你說 很高的 最高的 也有 一般的小老百姓 做得不錯 都大有人在 所以 是一門出路 既然香港 香港流亂 又 去換一下環境 台灣的讀書風氣 也非常之 正正 我也想帶出一個 作為一個家長 鼓勵大家去台灣讀書 其中一個要點 是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去參觀一下 我星期六、星期日都會在這裡 星期五就關我去不了 星期六、星期日 大家如果想有什麼問題 可以現場問我 問其他人 可能你又覺得不太熟 張三 整個鏡頭見到他 問他最好 其實每一間學校 他們都很樂意 幫大家解答問題 這等於招商 說得比較難聽 這個講完了 我們回頭再講 我們再講一下 還有什麼其他事 這個暫時沒有 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 枝風赴台 灑破老英身上皇帝的新衣 其實我們已經講了很久了 從日一 這個反送中運動 從六月九日開始到現在 今天剛剛三個月踏入 好了 我們見到 這個 蔡英文總統 不斷在這個 反送中運動那裡抽水 抽到乾淨了 無論在台灣地方 去到這個 國外外訪 去到美國 總之就 香港發生送中 有些 去到外國訪問 關香港春事 他都要講 都要講一下 當然 講完之後 又多幾張票 當時我們都說了 根本就是拿來抽水 消遣 成功的 我們不可以因為這樣 遞一下他 就覺得 你抽水 這個抽水抽成功 為什麼不抽得過 至少你講一下 你沒有實質的東西也好 至少香港人聽 都舒服一點 總統府和陸委會 就相繼發表聲明 但是 我們國民黨有沒有呢 我們都有的 但是 就比較不溫不火 就 各打五殺 各碰五殺 這個 站在我國民黨的立場 我是理解他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 其實加多一點 兩次肉緊 會比較好 但是 其實再加都沒有用 因為 整個光環 是被民進黨搶了 除非 你的聲明會過過他 你under他的話 你再強硬一點 都對國民黨 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其實真的可以看得出 國民黨在文宣方面 真的非常缺乏人才 我們看看 謝功 前兩天都有分享出來的一個文章 朱立倫 朱立倫那篇文章 朱立倫那篇文章 真的寫得很好 如果朱立倫個人簽署 對中國國民黨的聲明 這篇文章就OK了 對國民黨就完美了 但是現在 那篇文章 在朱立倫來說 我們看完 朱立倫 那些事情 你兩個 除了朱立倫之外 我們一位 那邊是朱立倫 那邊是鄭國 好 但是 民進黨這麼積極的回應 其實都給中共 口實 除了 歐美勢力之外 再加上台灣勢力介入 其實他現在不理了,究竟有沒有台灣真正實際的勢力介入呢 先拉過來 一向都是一貫的做法 外部勢力就包括台灣 這個說法當然也都 因為他這樣說法也都印證了 給反送中這班義士 印證有台灣真的在這裏下了力 所以他們不會希望台灣會對這些義士 會有所滿助 在這個3號、2號 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級的香港領袖 黃之鋒就去台灣 拜訪民進黨中央 也都拜訪時代力量的市議員的黨團 也都拜後了國民黨的立委 江啟臣和市議員 幾位 這個拜訪其實 他是接受林佳龍的光合教育基金會邀請 去附台訪民 黃之鋒出發的時候 應該是 他在8月3號 曾經被拘捕 以一萬元保釋出外後審 批准外訪 但是呢 昨天回來 又被捕 這個被捕當然是主控 昨天他出境的時候 出境的時候 不是入境嗎 再出境 回來 再出境 他是德國的 他應該在德國去演講 原來是 控方的檢方 就是和檢方的日期寫錯了 其實是上次保釋的裁判官 寫錯了那個日期 准外訪的日期 檢控和黃之鋒的律師團隊 也都沒有看過日期 大家就覺得這些官方文件 日期是不會錯的 但是真的錯了 所以 警方也都根據那個日子 你不應該出境的 就拘捕他 但是 拘捕也都合理的 但是 又要困了一晚 這個就擺明玩玩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警方藍權 但是 你困他一晚就藍權 你拘捕他 根據你的保釋條件 是合理的 但是 搞清楚你就放下人了 你拘捕他 你困他又幹什麼 就有心玩你 黃之鋒也順利出境 好了 去到拜訪時代力量 台北市議員的黨團 時代力量的徐 這個 和這個 時代力量的 立委的 黨團的 團招集人 徐永明 民進黨的中央黨部 就見到黨主義的卓榮泰 也都見到這個 政府秘書長 國民黨就立委 江啟臣 和國民黨籍的 市員徐宏廷 好了 黃之鋒在拜會 民進黨的時候 提出了 他說民進黨應該訂立這個 難民法 他說修訂難民法 這個不是修訂 是訂立 因為修訂 本來有就撕拆收 有才收 是沒有的 台灣還沒有難民法 所以 民進黨應該快點成立 訂立這個難民法 還有還有一個 令到民進黨非常尷尬的 他說希望在10月1日之前 發動100萬人 停香港的集會 啊 那就是 民進黨聽到 嚇到尿都飆了 大哥 蘇貞昌呢 有回應 他說看到香港人民這樣 是追求自由民主 政府非常關心 跟香港澳門之間 我們也都有相關的法律 可以互動往來 並且都可以好好運作 他強調香港今天的情形 看得出台灣要堅守主權 更維護民主自由 更關心香港民主自由 也曾依據現有的法律和機制 來運作 台灣相關法律機制 都依然 照目前的運作原備至於 台灣對於香港關心 就好像全世界各國關心香港的情形一樣 所以會依據現有的機制 做好最好的應用 謝功讀了約摩40秒左右 我想大家都是聽不切說什麼 不過呢 就算你聽得切 其實你也是不知道他說什麼 其實就是一句簡單的 你聽不切也好 其實沒有什麼損失 因為根本沒有內容 就是一句說完 我知道了 就是三個字而已 而且 其實他間接告訴黃之鋒 我們不用訂立這個難民法 根據我們現在台灣的法律 是有相應的應用 他連港澳條例第18條 他都不敢說 他不說而已 你應該說的 我們不用訂立民法 因為訂立民法 其實對香港的意識是沒有幫助的 我們現在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我們有港澳關係條例第18條 我們就幫到你了 大家是不知道的 他刻意忘記的 這個難民法 其實已經擺在立法院 擺了十幾二十年了 他2005年的 2005年陳水扁連絡提出 好了 一讀通過之後 一直各自在 到今年的三四月 由本黨 國民黨的立委 黃超信 提出來 他說 擺了這麼久 都要去談談 希望二讀通過 二讀三讀 定定立民法 但是 民進黨一聽到 又四散 嘩 你不要搞啊 大哥 其實擺了這麼多年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最初提出要定的話 這個難民法 其實好像都是民進黨 但是擺了出來之後 擺在這裡之後 他們又縮沙 但他又不是撤回 林鄭這樣 因為最大的問題 卡在哪裡 以中華民國憲法來說 大陸地區 香港地區 澳門地區 都是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那如果 中國大陸 或者香港或者澳門 出現一些所謂 在國際認可的難民 你去到台灣 他不可以當難民 就是說等於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在高雄 他受到高雄市政府的政治壓迫 他可不可以走到台北那裡 申請難民呢 那是一樣的 是不是 就是等於廣東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文化人士 他受到政治迫害 他走了去台灣 如果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就是同一個中國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些不可以稱為難民 香港的義士去到台灣 所以就算定立立文法 都不關他的事 因為他在中國的境內 不應該有互相自己的難民出現 所以定立難民法 你可以對全世界的非洲 中華亞那些 那些地方 受到政治迫害 中華民國可以根據難民法 去予以協助 但是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之內 大陸 香港 澳門 香港就不適用 大家可能很奇怪 那以前為什麼 香港有所謂難包的情況 大家留意 幾十年前 其實大家說的威權年代 他那時候說你 對 難包 即是受難的同胞 所以 中華民國對這些受難的同胞 是予以協助 成立這個 救濟災包總會 用這個民間機構 去協助這些所謂難包 這個 還有那個時候 你駕駛飛機過來 都有獎金 伊斯 兩百兩黃金 即是你走了過來 你在大陸那裏 不知道怎樣 攔著水泡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來到台灣 那時候 就算你不是駕駛飛機 那麼大黃金 一般來說 都好吃好住的 政府都會幫助你 就業、結婚、住屋等等 其實你一生就響之不盡 當時那個政治氣氛就是這樣 放在今天 現在香港 這班義士去到台灣 其實難民法對你沒有幫助 所以 蘇貞唐剛才說了那四十秒的事情 那四十秒的事情 就是 就是告訴你 那四十秒的事情 他講了三分鐘的事情 因為我都咳了很多 其實他是間接告訴你 你就算來到台灣 我們還有很多相關法例 可以因應幫到你 但是他沒有說 他沒有點名 他沒有點名 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不如休息一下 回來再說 好 回來再說